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075集 好 我也不是找什么东西 你父亲跟我说了一些关于面馆的情况 我感觉这个面馆不太正常 所以过来看看 好 那您看 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吩咐 张凡点点头 而后便在面馆里面到处查看起来 当张凡看到某些可疑的地方时 就会吹动体内相波之际 捏起直觉 试探一番 但过了半个小时 张凡却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比较特殊的地方 他皱着眉头又在面馆里面打亮一眼 而后便看向面馆老板 走吧 咱们回你家 哦 张先生 您不再看看了 不看了 虽然张凡并没有从面馆里找到什么线索 但是直觉告诉他 这面馆一定不简单 他这段时间都要在泰山里面度过 所以以后来日方长 他相信 终有一天他会发现这面馆的特殊之处的 如今房眼那边还不知是什么情况的 所以他必须立刻赶回去帮助房眼 其实张凡来面馆的目的 一方面是查探面馆的情况 看看面馆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另外一方面 被人过来接着面馆老板 保护面馆老板 中年男子那边大肆宣扬这事的真相 那恶鬼很有可能不会立即对中年男子动手 很有可能会对中年男子的儿子 也就是面馆老板下手 直到目前为止 张凡也并没有感受到 这周围有什么阴气 随后两人一起下山 等到山下的时候 也是下午五点 面馆老板去车 拉着张凡 朝他们家的方向时局 你和你的员工每天下班以后都会回家吗 好 不会 我们在这边租了一间房子 我和员工就住在房子里面 每天回家太浪费时间了 上山下山的最快也得两个半小时 太耽误时间了 而且也太累 哼 也对 张先生 您是为三十年前那事来的是吧 算是吧 其实我来之前也没什么目的 张凡如实回答 事实就是如此 他来之前呢 的确是没什么目的 他听说郁杰要过来历练 想找什么东西 这东西还和靳风宗的改造高手的实验有关 所以张凡才会过来 听到张凡的话 面馆老板便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而是岔开了话题 感激地说道 张先生 东西您救了我的母亲 我母亲一直是我们家的精神之主 如果他真的因为这场病而去世 那我们一家人都会非常地痛苦的 张凡看了一眼面馆老板那真挚的脸 并没有说什么 半小时后 两人抵达了面馆老板家的楼下 下车以后 张凡看响了面馆老板 你先上去 您不跟我一起上去 我自有安排 你先上吧 听到张凡的话 那老板也就不再纠结 直接便上楼 张凡之所以没上 是因为他有悬梦之气呢 恶鬼发现他的气息 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他在园地私下打亮了一眼 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花园 走到花园的场椅下坐下 微信提示音便响了起来 他拿过手机一看 是方眼发过来的 张先生 我刚才发现了一丝魂气 还有阴气 看到这个消息 张凡下意识把头抬起来 把目光投向了中年男子家的窗口 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已经走了两拨人了 现在是第三拨 中年男子情绪颇为激烈 在关键时候 还以性命发毒事呢 看到这个消息 张凡眉毛一条 中年男子的行为 他可以理解 他本身是一个实在人 被误解了这么多年 情绪激动 也是非常正常的 他是真的 在为自己洗刷冤屈呢 想重新地 获取别人的信任 我知道了 那个鬼一旦出现 你们交手的话 立刻跟我说一下 我在楼下 可以马上上来 好的张先生 我明白了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 张凡的微信再次响了 是方言发过来的 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饿鬼出现了 看到这个消息 张凡蹬的一下站起身来 朝着单元门的方向跑 由于电梯还在顶楼 张凡直接便爬楼梯上了十楼 中年男子家的房门是打开的 这方言为张凡预留的 张凡推门进来 屋内场景瞬间便映入眼帘 客厅东侧站着方言中年男子 面馆老板三人 三人里面 方言的表情最为淡定 其余两人看向对面的眼神里 则均都是充满了愤怒 而站在他们对面的 正是那名浑身沾满了鲜血的女鬼 这女鬼披散着头发 遮挡着半边脸 裸露在外的半张脸上 是一副皮开肉绽的模样 看起来是异常的恐怖 一股浓郁的阴气和魂气 也在那名女鬼的周身 不断地荡漾着 见张凡进门 那女鬼瞬间便把目光投了过来 在张凡的身上 仔细地打亮了一眼 而后便望向那名中年男子 看来你是故意引我出来的 想找我报仇啊 女鬼的思维很清晰 她刚一出现 并有一个悬门众人出现 这很显然是给她下套的 你杀了我的母亲 我自然要为我的母亲报仇了 中年男子满脸愤怒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女鬼嘴角微扬 冷笑了一声 指向张凡 这小子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如此境界 不可谓天赋不高 但你以为凭他就能把我杀掉吗 你太乐观了 女鬼话中的语气 有对中年男子的嘲讽 更有着对张凡的不协议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